設置在台六一線快速道路上面的期間測速 那之前因為它的主機系統 對值系統出了錯誤 所以造成後來我們把3000多張的滑單來撤銷 那我們在今天符合交通部所規劃的 就是要符合資安的要求還有準確度 那今天都來通過了 那我們預計在二月底恢復直滑 在此特別跟大家宣討一下 那希望用路人在使用這個台六一的話 一定要依照縣市來行走 以免超速被照相 那事實上超速照相並不是為了處罰 是最主要讓用路人遵守這個速限策拔安全 回到你了 那邊就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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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寫一下 不然來說 這邊就有機會 在這陣子的地方 在這陣子裡 也就有機會 這陣子的地方 那邊就有機會 感谢观看